作曲 李宗盛 隐藏 满满黄 人或世上 正口气 一腔热血 即回平 感罢了 孤亲多少事 英雄莫闻 莫闻出生 莫闻出生 顶天里的 郎子汉 花开花落 乔家人 说清了 悲欢多少情 英雄自顾 自顾 无万人 无万人 大人 请看 这是朝廷令旨 这是皇上恩赐朱元璋的 玉酒 和八宝鼎帽 这次任命朱元璋为荣禄大夫 兼江南中书省平章赤丰金册 糊涂啊 真是糊涂啊 这一去金林有四五百里 一路上盗匪横行 强人出目 你们打扮得如此光鲜 那不是招贼注目吗 大人 我们带了三十个护卫 这盗匪都是亡命之徒 护卫敢于亡命吗 那请大人示下 把这些大红大绿的全部给收掉 把这个车装扮成丧车 再去拉一口棺材 对了 把这个令牌玉酒武器金册 还有朝廷赏赐的东西 全部放进棺材里 你们几个呸马代孝 装扮成送葬的 至于护卫砍掉大半 只留十来个人 没那么多送葬的 遵命 尔臣准备依照着规格 再增训三千龙虎营为各营楷模 至于是 少远 勇 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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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排戏 打仗可不是这么打的 遵旨 陈三五 陈在 让你负责打造的战船 打造得怎么样了 禀皇上战船三百八十艘 基本打造完毕 基本 这么说还没有完毕 安行 混江龙八十艘可载将士两千五百 江海澳八十艘可载将士两千 撞到三一构 一百艘可载将士一千五百 战马三百匹 栽断江两百艘可载将士一千 两朝两万代 时间 再过三个来月 又可以全部下水 我给你的期限 好像是本月底啊 是是 皇上啊 这个机兴费不足 工匠们有些贷卖 工匠是工匠的事 我赶紧你的经费好像不少啊 是是是 禀皇上 毕之明天就把铺卖搬到船上去 吃肉都在船上 我盯着工匠们连夜赶工 船不下水 我就不下船 我赶快 去 我赶快 儿臣叩求父皇 陈叔虽然 告诉我 是砍一个脑袋好 还是砍一千个脑袋好 当然 当然是越少越好 朕是为了以后少砍脑袋 今天才不得不砍他的脑袋 听着 你带着你陈叔的脑袋 立刻赶往船厂 将他的手机展示给所有人看 船我令旨 所有战船 必须本月底全部成功下水 并且成功试囊 如果哪艘战船不能下水 或者下水后不重要 则将该船的工匠到监工 全部斩首 去吧 遵旨 传旨 总兵以上的将军 立刻到此听令 遵命 我发射 发射 发射 朕决定了 下月初三 发兵东镇 三个月内击溃朱元长 攻占金领 此战 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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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打是不打 要打就打他个破釜沉舟 一击而定乾坤 诸葛亮的 七情梦破六出其山的拿法 朕最讨厌 历史也证明他败亡 他不行 他只会运筹维吾尔 不会决胜前 到头来啊 生生地把自己 弃死在武藏园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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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通称 各部带足百日粮草 百日后 正值江南的稻米收获集结 到那时 我们就可以就是一精灵城下 存兵与怀仰庭园 他的神中 都不得了 尸米园 有队 不得了 没有 尸米园 有队 是 他 召唤 一人 二人 十四 到明年开春 我们只要发意制兵 举一把火 便可把残垣缝霉灰烬 兄弟们 牢牢记住朕的十字真言 守战 计决战 一战 丁乾坤 守战计决战 一战计决战 皇上 再有三天 我们船队就可迟入鄱阳湖 转过鄱阳 再有三天 就是兼城洪都 那座城 是朱元璋区内的第一座重镇 皇上 我们面临两个重要选择 是绕过洪都 直下金陵 还是先攻下洪都之后 再去金陵 秉皇上 洪都城正在集兵备战 多少兵 多少兵 多少 多少水师 多少粮塔 城内有兵八千余人 其中水师就占一半 全城百姓约有二十多万 所吞粮草堆积如山 足有二百万弹 二十万军命 准备两百万弹粮草干什么 我明白了 朱元璋 料得早晚会有一场大战 所以预先把粮草囤积在这里 真是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啊 聪明 皇上 既然城中只有八千守军 何不一股作气将其拿下 城中粮草归我所用 皇上 洪都城内 埋伏着水师战船 如果我们弃之不顾 那他们等大军过后 很可能会迟入长江 饶我后路啊 传令 传过伯阳后 实施洪都 准备好八万精锐部队 击船上岸 十天之内 攻下洪都 然后再去精灵 记住 十天 多一天也不行 随便 与学靠 召耀 engines 这个嘛 韩信有一句话最为精彩 他说 汉王不善将兵 却善将将 就是说 刘邦虽然不善于统兵 却善于羽将 汉王自己并不善战 甚至可以说 他是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但是 他最清楚谁最能打仗 最知道用谁来为自己打仗 汉王 与将之道便是王者之道 咱不但可以领兵打仗 还可以御将 从这方面来比较 咱是不是强于汉王 是 是 虽然 咱也十分欣赏 以义当时的将军 但是最后的胜利 还是应该属于以时当一者 是 以少胜多 只是偶尔为之 兵多见广 才是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 报 兵大帅 红毒手将 抢快马急报 陈永亮清帅大军 豫驾东征 此刻兵进颇阳湖 多少兵马 水路三军 共六十八万人 虚张声势 虚张声势 长江江面上战船密布 行驶了两天两夜 还不见首尾 但那每艘战船 高约十丈 长约百丈 上游鲁弓下游炮台 但甲板上就可以列兵两千多 除了六十八万大军以外 陈永亮还征集了百万名副 为大军开路大桥 押韵粮草 还有 他把他下达的令旨 交出绝命令 严令三个月拿下精力 否则将帅斩首 他退位自裁 还有 说 还有 他们三军上下都传送着陈永亮的十字真言 说什么 首战即决战 一战定乾坤 首战即决战 一战定乾坤 少游 陈永亮不是来打仗 他是来拼命的 就俺但还能找他 二战 你还要让他买 好了 我还没有 大善 沈长兄 伯温哪 出事了 出大事了 我知道了 洪都城传来的消息 如同辽元的烈火 在帅府内外 都已经传开了 我说的不是那儿 是这儿 这儿怎么了 尚未失手了 也失神了 他摔了茶碗了 伯温哪 这么多年来 我从没见他这么慌张过 可是今天 陈有亮让他手足无措 大帅也是人了 临危当头 岂能不慌 他人 不知道啊 听听 将帅们都赶到帅府来了 那这怎么办呢 这大帅不在啊 别慌山长兄 这时候千万不能慌 即使是心里没底 也不能让他们看出来 说得是 陈长兄 你是帅府的大都市 大帅的首府 你呀 赶紧出去顶一顶 别别别 咱俩一块去 我得去找大帅 把他请回来 那你可快回来啊 别别别 我得让他感觉 你不想让他 我别想让他 你必须他 我不会想让他 你不想让他 我好想让他 别想让他 陈有亮下了决定书 三个月拿下金灵 与其降水斩首 他资格下位自在 听说石子传言了 守寨及决战一战定千亏 妈的狗娘养的 真那么狠 大伙都嚷什么呢 既然大家都来了 还是堂上去 值得 给将尚们上场 弟兄们请吧 大帅在不在里面 大帅到底 到底在不在 大帅有令 任何人不准入内 刘先生 对不起了 大帅 这回是让咱死的 逼死咱了 第五位 你今宗首 已经有关最可见了 哦 就我就再也要 我最可见了 不在在此 我不在意 说是六十八万大军 可有几个是九经战争的 四弟 你说说 在安庆时 老子跟他搖过手 那些娃儿 都是刚放下锄头的 老子都舍不得杀他们 我说四弟啊 你安庆那一仗 恐怕不能作数啊 当时 陈有亮所有精锐 都用于攻打太平的 花荣正是因为死而震光 你安庆 只是陈有亮虚为证 并没有遇到强兵猛将 二哥 你又不在 你知道什么呀 咱们虽然兵精将勇 可只强在布军上 陈有亮 军马众多 而大多数战马 却是从大西北弄来的 汉凯啊 对啊 他是最厉害的 是他的水师 那个船之大之多 真是百年罕见的 要不是有人亲眼看见 打死咱也不信 列位列位 我们水师三条船绑在一块 也比不上他一条啊 他那个舰队一过来 大的就压在咱脑门上了 我们水师又不敢动 一动就撞在他船帮子上 再一个吧 这金宁城 紧靠着江边 城市死的 这船可是活的 他打得过则打 打不过则跑啊 这咱们里外都吃亏啊 这咱们里外都吃亏 这咱们里外都吃亏 那寻找着 这都乱成一角粥了 快 你讲两句 我不说 上回就是因为我这张嘴 差点软糊 你不讲我不讲 这像什么话呀 山长兄 稳着点 大帅来之前 咱俩最好谁都别说话 我有个念头 说出来大伙别见怪 既然打起来胜败难料 那咱们能不能想个别的办法 我说大侄子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坐在这儿的 都是一根肠子通到底的弟兄 不会见外的 说吧 说吧 想 不是真想 是诈想 我看 可以跟陈永亮言和 喂 主任 喂 主任 喂 主任 我呢 出嫁吧 有时候是我说的 上面要是再不来 恐怕就不行了 软草 有时候用龙子 저희手持续 软草 都可以 给他送妳 我香港的 可能是说不来 软草 在有时候 跑掉 而是 你 感到 小钥匙 算 远 感到 火 不管是降员相汗都是抢 只要有时间 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东山再起 要是没了兵力 我们什么都完了 去你的 跟车有量打 打不过再说 哪能没打呢 先扣头的 真是的 我们下车 是 神尚 他要出现了 神尚 神尚 他们也都不不逃 尽量 他们都不逃 神尚 尊败的 早已清了 不得 神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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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呢 大帅 无处不在乎 咱来晚了 咱刚去长颜回来 咱们 禀大帅 弟兄们正在商议硬敌方略 你们接着商议吧 大帝当前生死关头 这时候最重要的 就是要说出心里话了 讲啥都成 只要是心里话 大帅没来之前 他们都说酷了 是吗 咱没听到啊 麻烦你们再说一遍 每个兄弟三言无语的 都别落下 来 坐下 多坐下 谁先来啊 我主战 召集全部兵马 跟陈有良拼个你死我活 万一战败了 我们就退去中山 聚险相抗 再不行了 我们就回怀西老家 跟他打游击去 对 我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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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帅 我主和 陈有良率军六十八万 我们只有三十万 相差悬殊 再说这三十万当中 还要拨出一部分 防备北面的援军 再拨出一部分 监视南面的张世成 我们三面于敌 末将组合 我爱组合 末将组合 末将组合 炸祥 陈有良贪图的 无非是一个地位 只要我们承认他的地位 表面上答应归降 就有可能迟至他的兵风 六十多万大军 空国而出 要不了多久 三两月后 定会生变 大帅 末将组合 组合 组合 咱们不能苦手精灵 应该举兵出击 朝陈有良 凝图下去 在下主合 合入不成 则主战 战无不胜 则退回怀西 令途再起 这李先生 什么都说了 这没听见 刘先生的声音呢 大帅 在下还没有想好 秦荣 在下三思 不想说也行 大家都先回去 今儿晚上呢 放杯吃酒 放头睡觉 好好的歇息 明天陈时出客 到这儿听令 撤 我问啊 现在可以说了吧 你到底主张什么 主公 你也赞成主公 山长兄 刚才主公的那位小将士 叫蓝玉 是上位的一职 是上位的一职 他的话说到了 大帅的心里 当然 还有我 是上位的一职 但一会儿也有 是上位的一职 是上位的一职 我现在不认为 是上位的一职 那是上位的一职 是上位的一职 还没有 你也不认为 我看了 是上位的一职 刘吧 我的大帅 你把在下和小六子的晚饭 都给吃光了 等你半天老不来 饿了咱咕咕咕之降 甭叔 这娃的面做得不错 有假头 大帅喜欢小六子肯定高兴 先生 今天早不开尊口啊 在下吃的 那叫清高 说 现在马上给咱说 不说咱把那肠子给扒出来 大帅 如要我说 我就请求大帅先 斩了所有的主降者 为什么 因为来者是陈有量 和他交战 根本不一商议什么 战首相合 你敢 他也不敢 你不战 他逼着你战 所以 大帅只有一者 战 任何必战求和的议论 任何确战起降者 不管是你的兄弟还是子侄 都不当牛 也不足够 杀一斤败 以震军心 如此 能将全体僵尸 兜逼到决战这条路上来 这么绝情的话 不像一根书生说出来的呀 在下读过书 但不是书生 大帅 当年在下绞贼的时候 最厉害的就是痛下杀手 大帅 恕在下多罪 当年的贼就是义军 刘伯温啊 咱们俩没在战场交手 真是侥幸啊 那是在下的侥幸 接着说 在下建议 一 开仓放粮 动员五辅八州三十三个县的 所有军民全力应战 二 散发兵器 招募兵马迅速扩军 这第三条是最重要的 我不战船严重部阻 需要抓紧时间打造战船 或将民船改造为战船 不求打 再打你也打不过汉军的浑江龙 但要求行驶迅速 灵活激动 这 恰恰是汉军俱传的短处 这些事儿让李擅长去办吧 这点他比你强 是 走了 冯送 大帅 在下说了半天了 还没有听到大帅的决断 咱说过了 明儿 陈时出客 大堂听令 你也一样 今儿咱在测堂猫的偷听 你看见了 看见了 还有谁看见了 梅臣 那咱跟你说句实话 生死存亡时候 最能看出人的真心 我猫在那偷听 不是想听兄弟们的意见 而是想听听他们的 肝胆忠意 听听他们下没下着 荒鸣荒神 大帅 听出来了吗 听出来了吗 这个罗也能同开 这笔春的 这笔春艺 你多饒了 你 小小笔 藏着多少只眼睛 朱映章心里藏着多少张纸片哪 二伯 在 把蓝玉给咱交来 遵命 大帅 坐 蓝玉 明天咱就要向全体将士下达战令了 不过 你没必要去听了 今儿在大唐之上 扶你表现最英勇 当时咱就想啊 要他是咱儿子就好了 先有量分江而下 第一关肯定是宏都 在饶州那儿 咱囤积了有三万精兵 都是咱们最精锐的将士 咱全都交给你 以兴业带领他们去赶往红都 务必给咱 坚守一百天 遵命 咱现在 最需要的就是时间 时间哪 但是这时间 就要靠你们守城流血丧命 才能给咱赢回来 盯着 一百天之内你要丢了城 你就是死罪 一百零一天你丢了城 你仍然是功臣 此战的第一大功臣 明白 这副鸭甲和这柄战刀归你了 谢大帅 宏都城里囤积着咱们二百万的粮食 这是咱早就预备下 跟陈永亮决战用的 不管任何情况下 不能落落他的手里 绝对不会 这儿啊 你救他 拜托你了 一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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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年我们是朋友 一年一岁 手拉着手 曾经有一个消息人员 人生无常一起走 我听见领袖 有几段怀恨 看千古江山 心总与我 导风里成了多少 你修折着心总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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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蹄虾 马蹄虾 他随我 家朝 家朝 天天下 一笑 水平说不过 看千古江山 来去春秋 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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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平说不过 看千古江山 来去春秋 天下 再回首 一曲通摇 天地悠悠 一曲通摇 天地悠悠 天地悠悠 太悠 Clout behold 頭 crise